成龙首次弹击范冰冰,从未进去过 成龙首次弹击范冰冰,从未进去过 近日的范冰冰可谓是运气背到家了,先是因为把新转男主高云翔在澳洲陷入官司,导致新剧迟迟不能上映 没想到一波未评一波又起,因为参演冯小刚的手机外拍摄,被牵连到与崔永元的纠纷中 最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些不良媒体人居然发布范冰冰李晨注销中国籍 谣言,幸好男友李晨及时晒照才止住了谣言,真是英文那句话换那见真情 如果范冰冰这件事解决后,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嫁给李晨的 其实范冰冰的好人品在娱乐圈,保证好评 曾经有记者问娱乐圈的大哥成龙如何评价范冰冰时 成龙大哥非常称赞范冰冰,因为早年两人一起拍戏 经常能看到范冰冰给剧组的人送饮料盒 还十分尊重大哥,拍戏的时候不找替身 自己主动完成一些高男的动作 成龙大哥还透露了一些早年两人的经历 当年两人一起拍摄金素事件的时候 范冰冰在剧中饰演成龙的女儿 当时的范冰冰已经很大盘了,还被网友称为范爷 但是他对成龙超级尊重,经常大哥,大哥的叫 成龙看范冰冰这么努力,就问他,为什么这么辛苦呢? 范冰冰回答,小时候家里不富裕,就是想努力工作给父母大房子住 到时候邀请大哥参观 成龙很是欣慰,很少见到这么大牌的演员,还这么孝顺 当记者问,范冰冰买了大房子,邀请你去过吗? 成龙大哥难免尴尬地说,从没进去过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